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吧 给大家转一转 看这个早睡有什么东西 这单多个多钱你 四块 东北的基本都是这个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加姆斯这个铁方路 很多朋友都推荐 身后这家西家铁饼做脑一绝 不是太家口吃吗 我来这边请你尝一尝 人整不少 人整多 我来这种做 大家这是筋饼和动脑 加点小咸菜 这筋饼两个斤一张 这一张两个盐 这挺便宜的 大家还有鸭蛋 中午还有小饭菜 免费的 在这吃饭呢 不敢提什么 人太多了 这豆腦是三五年一晚 不便宜 看它的卤汁非常浓稠 非常粘手 豆腦的豆香味非常浓 这个豆腦烤的是咸的 做法呢 就是我们东北的做法 就是一个传统的豆腐脑 里边有我们那个豆腐脑 卤汁 香菜 木耳 还有黄花菜 味道啊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都差不多 它这个筋饼啊 比那个鱼链的筋饼厚 比油饼还薄 吃着口感的 还挺筋道的 它这桌上啊 放一碗这个蒜泥 配这个辣椒油 服务员说 这个蒜泥是放在豆腐脑里吃的 咱们我从来没这么吃过 服务员说他们这 当地人都这么吃 咱也放一下试试啊 再放点辣椒油 来 为了香味煮了蒜香味啊 放完这个蒜泥还有这个辣椒油 确实味道不一样 把原来这个豆腐脑口味 彻底改变了 好 蒜泥的蒜香 辣椒油的胡香 还有大豆的豆香 它这蒜泥啊非常碎啊 它这是用炸汁去炸的 今天呢外边见完了吃点这个冻的 挺热的啊 这个是金饼 这个金饼啊两分钱 这个一盘 一个人好像不太够 你看我马上吃了 可能是他家的好吃的原因 平时在我们哈尔滨呢 都是烧饼配豆腐脑 这个金饼配豆腐脑 这是第一次吃 吃完了吃的挺好热 我刚才向他家后边看了一下 他烙饼是一绝 看你的饼在你的手里 抖两斗 就跟抖手心似的 完之后饼就出锅了 真是一绝 我觉得他家这个动物脑 三块钱好像有点贵吧 我记得我吃好像两块钱 但是他这个吃法挺特殊的 挺有创意 放蒜泥 他家金饼确实不错 挺有特色的 人均消费五块钱 五块钱你买不了吃亏 不妨你过来尝一尝 好了 我们继续装美食 走